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然后再度提醒你 如果您手上没有这个教材 那你就到我的博客来下载 谢谢 然后这个教材呢 是来自我在台湾出版的 这一本Android与物件导向技术的这一本书 那大陆称为面向对向技术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六章 第六章的重点叫做抽象类别 好,在这一章里头呢 我会跟各位说明 抽象类别 跟技术的关系 然后呢,怎么样子 从抽象类别 来衍生出 这一个具体的 这个子类别 这是抽象的 复类 这是大家已经熟悉的 然后呢 Android里头呢 我们拿Android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抽象类别 然后呢,抽象类别呢 里头有一个重要的 函数叫抽象函数 那抽象函数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呢 就是预设的行为 或者成为默认的行为 英文叫Default Default Behaviour 然后呢,这边用Android的来当成一个例子 从Android当中 找这个例子来说明 什么叫预设行为 那抽象函数呢 也有一个 妙用 就是反向的调用 或者呢 一般英文叫做 这个Inversion of Control 这是 这是反向的意思 Inversion Inversion of Control 就是 反向的一个控制 大陆要换的意思叫做 控制缓转 OK 叫Inversion of Control 然后呢 我们这拿Android来当例子 就是从Android当中 我们来看 这个反向调用的一个情形 然后再把这个抽象类别跟继承呢 在目前这边 所谈的 都是Java的例子 那我们再拿这个谈一谈C++ 怎么样子来 实现这个预设的行为 反向调用 以及呢 这个从 抽象类别呢 衍生出具体的类别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抽象类别呢 跟这个继承的体系 好 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抽象跟具象 它是相对的 好 好 只能讲说 这个比较抽象 那个比较具象 所以呢 抽象呢 它的相对呢 叫做具象 那 记象叫concrete 那抽象叫 所以这叫 就是抽象类别 那 记象类别呢 叫做concrete 所以基本上 那 如果是 在一般的概念里头 那抽象跟具象是相对的 它比较抽象 比较具象 但是在Java跟C++呢 因为它是电脑的语言 所以呢 它会对 抽象跟具象 会给它做个定义 就是尤其是抽象 什么叫抽象类别呢 它会把它做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 就是 这一个 如果这个类别里头 有抽象的 这个函数 那 它就 成为 叫抽象类别 那 因为 有抽象的函数 所以 不能 拿来创建 对象 那 就是 抽象类别的一个 特征 OK 好 那我们就来 看看呢 这个 类别的继承体系 这是我们在Android里头看过的 它的在UI 的部分 它是 最高层是object 然后呢 view 是它的类 然后view 又细分成 textview imageview view viewgroup 那 viewgroup呢 那这个我们 因为是强调了它的继承体系 所以 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现在没有画出来 OK 这是一个包含它 对不对 那这个又细分成更小更小的 这个整个构成一个 继承的体系 OK 所以这个 副子类别相对的 副类 是比较偏抽象的 那么 子类 就偏比较迹象的 那么 越底下越迹象 越上面越抽象 对 所以 这个抽象跟具象是相对的 这个比较 相对上 这个偏具象 这个偏抽象 相对上 上面这个偏抽象 这个偏具象 OK 所以这是人们天赋的一个抽象的能力 人从小就会 对东西分文别类 那 建构一个继承体系中的负类 那这个负类呢 因为它比较抽象 所以又 呃 成为叫 抽象的类别 但是 在语言上面 那 如果这个负类 那 它 里头的每一个函数 都是 具象的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也成为具象类别 这是在 加瓦跟西加加 对于这个抽象类别呢 做的比较严格的定义 它不是因为你是superclass 所以 那就叫做抽象类别 它是看 你这个class里头呢 有没有抽象函数 OK 但是在我们的 该一般概念里头呢 抽象 它只是 相对上的 比较不那么具体 OK 所以继承体系中的子类 我们一般偏向 所以它比较偏向 相对的 一个具体的类别 OK 然后在 然后在 加瓦跟西加加呢 它比较严格的规定 就是 每一个函数 都是 都是 迹象的函数 所谓迹象的函数 就是 它里头有完整的代码 有完整的代码 比如说 方选1 方选1 那么 那 就有括号 括号呢 这个 K 加加好了 K加1 那这样子 这一个部分 有代码 那 这就叫做 迹象的函数 这个叫迹象的函数 因为它有代码 那么 如果呢 这一个 方形 然后 里头没有 这个括号没有了 就直接写一个0 这是西加加的 西加加写一个0 那 这样子 就叫做 抽象函数 这是西加加的写法 这个 这个是西加加的写法 那 加瓦的写法呢 是要写 abstract 抽象的 抽象的 f1 抽象的函数 这个叫做 抽象的函数 抽象的函数 所以 如果一个 一个 类别呢 那么 每一个函数 都是具象的函数 这个叫做迹象函数 里头有代码的 那么它就称为是一个具体的 或者迹象的类别 那这个时候 因为它每个函数都是完整的 所以我们可以拿它来创建对象 不然那个对象变成没代码了 OK 就不能执行了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类别了 就可以拿它来创建对象 这就是一般大家很熟悉的类别了 那这个我们就是 所谓的迹象的 或者具体的类别 好 现在我们再来说明 那抽象类别呢 它就是怎么出来的 就是我们把它 辨理不辨 来把它分离 分离之后 把差异的部分 就是辨理不辨 就是差异的部分 把它放在类类 共同的部分放在类类 因此呢 类类就成为 比较抽象的部分 也就是 把共通性的 放在类类 放在负类 因此呢 这个负类呢 就会比较抽象了 因为它抽掉一些 这一个 差异化的部分 它已经抽掉了 剩下的部分 当然就是抽象的 因为你把迹象的一些细节抽掉了 所以当然就变成抽象了 所以抽象类别的本质 它是不完整的 因为被你抽掉了 OK 是不完整的 预留一些填补的空间 它把某一些挖掉 那让未来还可以 做进一步的填补动作 例如呢 建房子的时候 那 师傅都会留一些卡榫 来做未来的衔接点 譬如说 这一个建房子的时候 那 在这个房子的边边 那么会留 一些衔接点 叫卡榫 那未来呢 可以扣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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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叫不完整的 所以呢 是把某些东西抽掉 未来就可以 这一个填补 譬如说 我们拿一个杯子 我们拿一个杯子 那这个杯子呢 我们是把中间的部分 把它抽掉 把它挖空 把它挖空 挖空的话 那这样做什么呢 未来你就可以 把果汁放进去 你可以把饮料放进去 可以把可乐放进去 甚至 把这个奶粉倒进去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把某些东西抽掉 因为抽掉之后 那就可以 未来就可以填补 未来就可以 放一些新东西进去 OK 那 这一个被 抽掉的部分 就放在纸类 意思说 你把它抽掉之后 变鸡类 就是说你把这个抽掉之后变鸡类 鸡类那未来就可以补纸类 这样子 我们现在把抽象的部分留着 迹象的部分先抽掉 那么 未来就可以补新的迹象的东西 好 那这个 有些具体的 这有某些函数 它的实作部分被抽掉 那这种函数呢 我们称为 叫做抽象函数 叫attract function 那么 含有抽象函数的类别呢 我们就称为抽象类别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这个n左右的例子 好 那这个例子呢 这是加法的例子 首先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类别呢 这个类别 它 里头有两个抽象的函数 一个叫做gettotal 一个叫做display 那两个前面呢 都加了一个attract 加了attract 那表示说 这是一个抽象函数 所以呢 它的这一个实作的部分 实作的代码的部分 就被抽掉了 这实作的代码部分 就被抽掉了 留下 只剩下一个函数的名字 那因为它含有 这个类别呢 因为它含有抽象的函数 所以它本身 是不完整的 因为没代码 所以它本身呢 不能拿来产生对象 所以这一种class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名字 叫做抽象的 类别 只要有含有 一个函数 是抽象的 它就不完整了 它就不能拿来产生对象 它就再加完呢 就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抽象类别 OK 然后再来 你可以看一下 那像这个 new salesperson 这个动作 就是不对的了 因为 这样的new出来的 这个对象是 不能执行的 因为这里的 这个代码是空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写法 是不对的 OK 那其中呢 get total 跟display函数 的时座部分 都被抽掉了 就是这个都被抽掉了 所以呢 它称为叫抽象函数 好 那因为 抽象函数 它没有实际的代码 所以 它不能拿来 创建对象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对象呢 就没有行为了 就没有行为了 所以呢 就用attract这个关键字 keyword 来区别呢 一般的类别 跟抽象类别 而使用attract呢 来区别呢 一般的函数 跟抽象函数 像这个 因为 有写一个attract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 看出来 它是一个 抽象的函数 那这个呢 就是一般的函数 这个也是一般的函数 ok 因为 没有写attract这个字元 没有写attract这个字元 ok 那 这一个有写 就表示它是一个抽象函数 所以 因为呢 这一个 salesPerson类别呢 theGate,Total跟Display 都是抽象函数 它没有实际的代码 所以呢 不能拿它来产生对象 所以呢 我们刚刚这个例子呢 它是拿它来产生对象 所以 是错的 这是错的 ok 这是错的例子 ok 所以呢 Alice.Display 这会产生严重的错误 因为 这里可根本没代码 所以它 找不到 实作的代码 所以就无法执行了 所以它是错的 ok 所以这是 错的写法 然后再来 我们继续看6.2 从抽象类别呢 衍生出一个具体的类别 那 因为你可能会抽象类别是没有用的 因为不能产生对象 那其实不然 就像老子在好几千年就已经说过了 房子的中间 房子的中间 门 窗 都是有一个 虚的空间 都是一个虚的空间 所以人才能够 进进出出 ok 能够积住 能够透透空气 其积极的效果是 我们把这个门 窗户都挖空了 那未来呢 因为新的条件改变了 我们可以加以调整 因为有空间可以调整 我们可以加以充实 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用途 那几个例子 这个暴击 暴击的中间是空的 是虚的 所以可以装泥土 装垃圾 各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先把这个暴击挖空 先把暴击挖空 对不对 先把暴击挖空 那么挖空之后 就可以填新东西进去了 一样的道理 我们把这一个 class挖空 对不对 一个class 那某些函数 这个函数的部分 把它挖掉 把它挖空 那未来呢 我们就可以写纸类 然后 把这个function1 这里是空的 我们就把它补上去 可以补上去的 而且由别人来补 OK 那等于是说 我做了暴击 那么给你来填土 是一样的道理 我做杯子 给你来装可乐 我做杯子 给你来装牛奶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呢 附类 就抽象类 相当于杯子 子类呢 相当于可乐 牛奶 果汁等等的 所以他 随时可以配合 可以组合在一起 这叫虚实相依 OK 所以呢 这你会发现 这个杯子 还有暴击 都可以用在很多用途 杯子可以 拿来装咖啡 这是一种用途 杯子可以拿来装果汁 这是另外一个用途 所以呢 这个鸡类 反而是像杯子 所以呢 反而是像波鸡 它有多种用途 它可以装垃圾 可以装泥土 可以装 水果 等等的 所以装完了泥土倒掉之后 装垃圾 不断的重复使用 所以呢 这种 鸡类 反而是 非常有用途的 OK 所以抽象类别呢 就像一个空房子一样 当我们 买到空房子了 我们就把一些家具 把它放进去 家具就等于函数的 这个死座的部分 因此让人住的一块 在加瓦里呢 使用纸类 来填补 死座的部分 就是死座的部分 你要来填补的 把它写在纸类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迹象的类别 来填补 Sales Person 这个抽象类的空切 OK 所以呢 我们刚刚 看过了 这Sales Person 本身是一个 抽象的类别 是一个抽象的类别 它有两个 迹象的 函数 OK 那 有两个抽象的函数 抽象函数 没代码 只有 函数的名字 那再加上 抽象这个字远 就叫抽象的 函数 然后现在 我们就 再写一个子类 来把它补起来 来把它补起来 所以呢 我们就写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 这个名字 Float GetTotal 然后 把实际的代码 补上去 再写一个 跟它一样的 叫void Display 然后呢 这是跟刚刚 跟这边是一样的 才可以补起来 我们又把代码写完了 所以就把它补起来 补起来咯 补起来咯 OK 那现在 那我们 就要拿New Sales Engineer 拿子类 就是子类 来创建子类的 对象 New Sales Engineer 就是创建的子类 的 对象 创建子类的对象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一个 它有基类跟子类 所以呢 它在创建子类的对象的时候 因为它有继承 所以有一块 是副类 的 构造式来建构的 这是 然后副类 的构造式来 建构的 这是由 子类的 构造式来建构的 OK 来建构的 那上面呢 就有 定义的 啊 啊 啊定义的几个属性 啊姓名 啊 姓北 基本费用 折扣 啊总共有 4个 啊所以在这个 有 负类 啊有负类的 这个构造式在这里 负类的构造式 啊来 啊这个 有负类的构造式呢 来建构 这个 啊 负类的部分 然后呢 也做初期的设定 也做初期的设定 所以呢 就会把这一个 name 这里有4个 姓北 啊 等等 啊 这是建构的时候 有负类的构造式来建构 上半段 下半段呢 有子类 来建构 那么上半段 有 总共有4个函数 有2个抽象函数 那这里呢 就把它补起来 有2个 迹象的函数 来补这个抽象的函数 好 那 再来 set free 那set free呢 是 啊 激烈的 所以他 我们看一下 set free呢是public 所以子类可以用 所以子类呢 就继承下来了 那子类呢 就直接 可以用他的名字 因为他是public 所以呢 这一个 啊 在 外边的 就算是外边的 也可以直接用 啊 这个 set free 可以用set free 因为他是public 所以呢 外人也可以用 再来 Display呢 因为他也是public 所以呢 这就调用到子类的 Display 而不是 啊 这一个 负类因为负类是空的 所以他会来 调用这个子类的 Display 那也会调用负类的set free OK set free 那Display是调用到这里 因为上面是空的 他会往下调用 OK 好 那我们这样子就帮你做复习了 啊 就是 Attract 那么子类 就定义把这个代码写在子类 然后呢 用etend 然后就可以把它补上去了 一旦补完成了 就可以拿子类 来产生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那因为你是继承 所以有一半 是符类的构造式来建的 那么有一半 是自己的构造式来建的 OK 这要了解 所以抽象 就是把一般类别的 差异部分 把它抽离 留下稳定的部分 就称为 或是共通的部分 就称为叫做抽象类别 那 从有遗留而不完整的 就是一个不完整的抽象类别 我们就可以把它填满 我们把它补它的不足 因此呢 就成为 具体的类别了 这个时候 因为 有了 函数都有代码了 就可以拿它来 创建对象 那么抽象类别呢 它不是具体的类别 因为相对的嘛 所以它不能拿来创建对象 看起来是没有用的东西 其实呢 它反而 能够生出很多很多的具体的类 然后呢 这个具体的类呢 都可以产生这个对象 OK 所以可以创造出 建构出无数种的对象来 所以抽象类别中的抽象函数 内容常是空的 好像能够吸怀肉骨 所以让 很多人可以去把它补充起来 就像你看到一个杯子 那么你都 可以 去拿杯子 来装各式各样的东西 也就是 把各式各样的东西 装上杯子上面去 OK 那 抽象类别发挥呢 无用之用的这个效果 好 因为 老子讲 无用之用 唯用大义 就是 像波鸡 像杯子 那么 他没有装东西的时候 那是 没有价值的 但是呢 可以更多的用途 那 所以呢 这个抽象的函数呢 抽象的类别呢 好像一个波鸡 你 只拿波鸡来 那 你就不能赚钱 你要装东西 你才可以 发挥这个赚钱的效果 OK 所以你要衍生出 子类 然后再拿子类 来创建对象 那这样就可以使用 这个 子类的对象了 那子类的对象 其实背后的类 是有一部分 是 有副类的 开发者所写的 这样子的 所以呢 意创造具体的类别 而没有创造 而不 比较不容易创造抽象类别 就是一般人来讲 要做波鸡比较难 但是拿波鸡来用 比较简单 这个意思 所以呢 要创造具体的类别 比较简单 创造抽象的 稍微困难一点 因为 具体的类别就是拿别人的抽象类别来添加嘛 对不对 所以你是拿别人的波鸡 拿别人做的杯子 来装果汁嘛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当你能够了解眼前的无用之用 来唤起长城的有用 那就是 你 在使用抽象类别呢 就会很简单的 OK 就是 眼前的无用 就是 眼前无用 就是做鸡类 然后呢 未来长场圆圆 都会 随时可以 换子类 把子类换新 因此呢 他就做永远都有用 OK 但是你没有 加上子类 他看起来真的是无用 对 真的是无用 但是无用之用 唯用大语 这就是 老子所讲的 这个 这个无用之用 唯用大语 就是看起来是无用的 波鸡 但是 他可以 装各式各样的东西 他就变得 显得非常有用 而且 今天拿波鸡来装泥土 明天 来装水果 所以呢 这就是 抽象类别 的一个用途呢 他反而创造的 这抽象类别的多用途 OK 所谓多用途的意思就是 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你有遇到新的环境 新的用 新的使用场合 你就可以把它加上 类 就可以把这个 特别的部分 写在类 然后呢 Compile的 Link 在产生对象的时候呢 他会有 负类 来帮你产生 上半部 类 产生下半部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 达成 组合的目的啦 因为他已经组合出 同一个对象啦 有没有 这是来自于这个superclass 来自于superclass 各产生 一部分 就过成一个对象 过成一个对象 那就叫做 分不同的class 但是又合在一起 这叫 分工组合 OK 分工组合 好 那我们 到这里是帮你介绍了 抽象 类别的意义 第1个 他有某些函数是空的 所以不能产生 这个对象 所以你要用纸类去把它补起来 补起来之后 就可以产生对象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问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